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随开皇九年 随军攻破南辰首都建康 终结了中原四百年的混乱 世人崇尚权威和盛世 随阳帝杨广从文帝杨坚手中接过的 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帝国 然而随朝二世而亡 据记载 杨帝死前质问叛军 谋凡之事 何人为首 得到的回复是 普天同愿 何止一人 所以 这个故事是关于历史不屑记载的人们 江湖的故事 以一趟标 牵动天下命运 标克刀马 为了报答救命恩人老墨 决定护送凡贼之使郎前往长安 中道救下了被败归者围攻的刀客树 以及江南女子焰怎样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 大随欲打通西欲商道 以老墨为首的胡商五大家族 成了随朝的严重钉 黄门侍郎陪侍局用计离间 莫族长横死 其余四大家族 为了获得知识郎首级妖功 率兵找刀马一行 袭杀而来 刀马 小心 快趴下 notebook are you 和 你们的祖先 曾为信念而战 如今 你们为何而 the ability 小心 咱们得跑下马车 想想什么 快抓紧我 都跟住了 我要开路了 老马 老马 我好笑 你死我疼啊 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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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玩 丫头快走 丫头 丫头 快跟下来 丫头 丫头 给走了 丫丁 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小射女们 你可得 算好风向 丫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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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 上车 当心 这边 这边 上车 快上车 小娃子 你先进去 先进来 可我娘 你得拉着神囊一把 你省废话还省不上 都坐上了吗 咱们从砍方位杀出去 两架刀马 找了一个 怎么可能这样家的军队 怎么能管奉剑 我 我的两个孩子 他们在攻击 我的孩子 你今何来 这两个老夫死的狗东西 原来不仅需要背负和一些 混账 混账 全军请令 一切代价 全力保护两位下主 从现在起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全军出击 大平的吧 好 来了 全 霍尔 霍尔的军队来了 你 想伤断摸出去 没什么容易 别乱动 表层 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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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pp 不 不 怎么 你姐姐呢 你姐姐去哪了 这个 Paranata 这该死奉上 蜜亚 阿塔来了 阿塔 阿塔 我在这儿 蜜亚 叫你的宝战马车 快 开 阿塔 救我 蜜亚 蜜亚 追 大家快追 蜜亚 快快 灭在车上 骗你几颗蜡家的狗杂碎靠近拉车 射 射死他们 你几颗蜡家从后面追起来了 撑住 杀 小心 哎呀 倒是热老了 这乐金追究 他怎么杀得出来 我 大伙的前辈子的命可全靠我 可能 还怎能表示感性呢 可别得意的太早了 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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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宝 大侠宝 大侠宝来了 宝贵人 怎么办 宝贵人 宝贵人 闯过去 宝贵人 这傻瓜太忙了 我们是不是得逼一逼啊 洛湖 继续追 有招会有大胆的生死 救命 向左 上左 冲起车就去 救命啊 撤离 撤离 多过撒爆你后载算账 阿羽啊 真是可惜啊 等着收拾吧 蜜儿 都稳住了 当心被撤走 四丫头 你这是什么眼神 我从小就厌恶你一张嘴脸 在大家面前装得很轻的 背地里却四处勾搭男人 虚伪的贱化 啊 你那小星星的做的 是你们莫家的一传大怪 要想活命就少给我多走 哼 你好吓唬不了我 想知道 你耳叹 是怎么似的呢 你怎么 这婊子是老娘拼了命出来的筹码 你别乱来 你 你这 我们都走不出这场沙漠 伸到死去 本心就会爆 我 我 我才不怕神 看尼尔特 尼尔特在我们面前下的 屁滚尿流 会在地上向我们求人 求求你们 看在同属同根的肺上 帮我一马吧 我 平常总是百步一副 威武高尚的掌掌子 原来不过是个只会 扣扣气息的诺 臭婊子小拉索 在手下奸杀女侍卫的时候 他在哭喊 我们每个家族都一人给他一刀 时 他也在哭喊 一刀鞋儿看下他的头位去 他都一人在哭喊求饶 就像一条狗一样 这就是那 你把他的最后 这就是你们莫叫的最后 闭嘴 Hat架 哈枉 啊 啊 下跪 墨家也还没到最后 墨家还有人 就算今晚墨家会逆亡 那也等是在沙光云之后 小姐 你想干什么 只是听好了你 跟大家一起评论走出去 是找一个沙光云之后的好地方 走回到阿塔 这是我家对你的最后一个之列 今晚后 你必须是 自由身 丫头 快点头 你必须无路可走了 你别 当马 跟我来吧 我阿塔在等着你 不过有一些事 是一直不会变 这么巧啊 萧綦为刀马 我们正好顺路呢 阿姨啊 萧綦好像特别开心啊 刀马 你也听到了吧 是刚才的马车 那么说 他们便是从不根的神鬼吗 刀马 这凭的闹壳身手再好 始终也是划不得重 况且先皇还有个东西 别闹 可真是你不傻爽 心语干了吗 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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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东东我叫阿玉雅 你叫什么呀 很高兴认识你 刀马 别了 中原人 丫头 丫头 本期科普开始之前 我先来回答下小伙伴们的疑问 为啥这期这么短 其实就图片数量来说 这期和上期是一样的 都是漫画里丝滑的内容 但由于这期大部分都是动作镜头 时间必然会变短 不然就会导致故事完全失去紧迫感 节奏变得很奇怪 就工作量来说 这期的工作量也是远超上期 更有甚者 因为老乘头发烧 导致我们只能花更多的资金 把一小半的内容外包出去 就这样也还是没能赶上周五 所以本期视频真的已经尽力了 另外为了更好地制作下一期视频的 我继续大杀暴 我们顶着破产的风险进行了扩招 希望大家能给个三连支持一下 拜托大家了 现在开始上课 在制作第四期的时候 我就遇到了一个疑问 刀马为什么会有一根皮带 随即就被老北途嘲笑我没文化 他说那叫蝶蟹带 之后通过韩仁堂的老师们 我才明白什么是蝶蟹带 蝶蟹带的原型 最初是一种起源于中亚和北亚奇马民族 常用带吊环功能的腰带 一般蝶蟹带由戴听 戴扣 戴枯 戴垮 插尾 以及垂挂的蝶蟹组成 后随着文化交流引进中原 经过南北朝发展逐渐定型 并在随唐辽宗期间盛行佩戴 逐渐从单一的功能带 进化成有实用功能和礼仪装饰一体的配饰 从随带正式定位官方文物官员必配之物 根据身份的高低 在制作材质方面 从高到低又分为金玉带 金带 银带 铜铁带 按照身份等级 带版个数从13带垮到8带垮之间 民间佩戴不得超过7贷款 在唐开元年间以后 一般官员不再强制佩戴 垂挂的蝶蟹渐渐失去实用功能 仅留下皮条作为装饰 此处觉得习老师珍惜的小伙伴可以扣个1 不过接下来还有更细的 在本期视频以及之后的剧情里 阿逆和万人敌裴行眼在乱军之中 身上都被剑语插满了剑枝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人这么猛的吗 被剑射中都不带痛的吗 正常人被射中一剑应该都动不了了吧 之后还是汉人堂的老师们解答了我的疑问 这种情况在古时的战场上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不过比较罕见 它有个特别的名词 叫做乱剑欠甲 乱剑欠甲是对武将顽强战斗的一种形容词 一个武将穿着上盔甲后被射到乱剑欠甲的效果 是很难达到的 因为一般质量比较好的传统铁扎甲 对弓箭的防御效果相当力该建议 不射到裸露位置很难对武将产生杀伤效果 一般来说能够达到乱剑欠甲的效果 只有缝隙比较大的锁子甲和皮甲 或者武将根本就没有身着有效防护的甲咒 垄身而上 而关于疼痛的问题 武将在拼命搏杀的时候 由于肾上腺素的影响 即使身中竖箭 只要箭头不伸入要害部位 是很难瞬间对它造成杀伤效果的 所以正常情况下 质量合格的铁扎甲很难产生乱剑欠甲的夸张效果 只有早期比较薄的大块板状金属甲 以及皮甲或者锁子甲 才有可能达到乱剑欠甲的效果 另外 布面甲由于内部铁甲片不是四角固定 偶尔会发生箭头射头布面 在顺着甲片之间的缝隙 近身的嵌入效果 所以综上所述 这并不是主角光环 而是徐老师真的很细 好了 这个梗先放下 说完了徐老师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一期徐老师笔下的 这个梗先放下 我们的梗先放下 后面不为乱的 下车 下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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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